大家好,是追,今天最美的全荒零二封印在前207版,喜欢者说这次是有战天成对的修成拳,战舰成开场选出了草蹄精啊,我们看前跳轻腿直接被搞了个BC接比杀,修成拳的连段现在变得真的好稳了,抓到机会几乎是没有失误,来看战天成真的要是多加努力了呀,一脚踢开一个火球,草蹄精轻腿逆向也是点一个BC6的起飞,哎,居然没有接住,现在又被K搞了一套,进攻破防,压制,草蹄精呢,草蹄精没来看还能不能再抓到一套呢, 战局十分的困难呀,这个血量啊,终于抓到了一套BC连,接上一个大蛇蹄,刺激,抄逼大蛇蹄,这次来看K,也被打到残血,双方向上,进行火拼,开BC开隐藏,这样对手防不胜防啊,这一招隐藏,可以强制破防,接着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来看修成拳,他等不止火舞,也是非常皮的一个角色,哎,后跳下一个中腿,对手还要打你一下,但是还是被搞到, 快速产生一下,接必杀,没有轰到,不止火舞,后行怎么办,石龙再确认一个必杀,来看不止火舞又给了啊,可以这么激情满满吗,这一局的打法,最后终于被不止火舞抓到一个缺乏机会,接着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来看修成拳的琢磨显身,哎,琢磨空中一个跳中腿打了一下,进行下盘周小剑, 慢慢继续前冲,但是还是被顶下,不之后会走弯,勾腿破防,也没有破了,压制下中了一个飞翔角,琢磨继续向前一路狂奔,开始连断,接BC,不之后快速反身位,但是也没有连住,哇,这个琢磨还是不断的进行追击啊,压制特别的猛,连续影子闪,飞翔角,顶不上当,前冲之后再接飞翔角,哦,一招破防之后,双方开启了游动状态, 拳脚上面呢,拳脚上面,剑真弓,隐藏,冲出来,但是我再来一次,对手带的产生,然后看不知我还会不会再来一次,拉开距离,现在他准备出隐藏了吗,不错我,完了,这一个反摇成了最大破绽,接着看下一局,下一局来看镇天成的温妮莎先生,哎,勾腿还没有摆到,然后再摆一次,看说我们后续怎么操作,进攻重腿压上一套,轻轻下盘开BC,哎, 我没有连上,然后看温妮莎呢,温妮莎也是,哇,又中了一招飞翔角,红凯,偷袭被缠,进攻压制,然后看温妮莎肯定是,寻找下一个套路,被打了残血以后的温妮莎胎是最可怕的,我们来看能不能用隐藏凹处,快拳红凯破防,接,哇,他也来了这个龙虎乱舞啊,直接废掉,大家来一波点赞转发收藏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